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仇亮哥 本军时间6月19日2023年 野岛杯女单比赛已经结束了较量 是由伊藤美城对阵平野梅雨的赛 这两位也是日本女单的领军人物 二者也是很好的队友 但是也是最强的金人对手 双弯大战的7个回合 最终平野梅雨一大比分4比3逆角夺冠 比以赛哥之后 伊藤美城进入状态还是非常快的 很快就打了平野梅雨一个4比0的开局 当双弯战成4比1的时候 只见伊藤美城发出了名副尔形花球 直接得风继续扩大运行律师 当双弯战成9比7的时候 结果平野梅雨终于爆发了 只见伊藤美城花里胡哨的发球 被平野梅雨识破 直接一把拍实了 平野梅雨以一个5比0的冲击波 逆转带走的双弓 平野梅雨以11比9先下一层 第二局刚上来 平野梅雨很快就打了 伊藤美城一个4比1的开局 当双弯战成3比7的时候 只见伊藤美城再次花出了名副心花球 直接得风去破镜皮光 结果平野梅雨又爆发了 只见平野梅雨一个4比0的冲击波 再次带走了第二局 伊藤美城以大比分0比2落后 结果伊藤美城也爆发了 第三局一散来 伊藤美城利用自己的两个发球局 全部都是发出蛇情花球 直接得风 以2比0取得了领先 接下来伊藤美城更是杀风了 直接打了对手一个5比1的开局 当平野梅雨将比分追至4比8的时候 只见伊藤美城的发球 被他直接一板又拍实了 不过本局伊藤美城的状态 确实已是四不隔大 以11比6半位移成 接下来伊藤美城继续发力 红怪以11比8和11比6 再次赢下两局 将双方的比分打成3比2 实际的领撞 不过平野梅雨也开始发力了 第六局 当双方战成1比5的时候 只见伊藤美城的发球 花里无上得 结果被平野梅雨又直接拍实了 平野梅雨打了伊藤美城 一个6比1的开局 当双方战成3比8的时候 只见伊藤美城的发球 又被平野梅雨直接一板拍实了 伊藤美城的迷惑性发球 似乎在平野梅雨面前 渐渐有点失效了 平野梅雨以11比3赢下了第六局 比赛进入决赛局的较量 结果一上来 伊藤美城很快就以5比2取得了领先 接下来伊藤美城继续展开凶猛的攻势 很快以8比4继续扣来战过 但是随之平野梅雨终于爆发了 当双方战成9比8的时候 只见二者进行了疯狂的对拼球 不过还是平野梅雨笑到了最后 双方以9比9战斗了 接下来平野梅雨并没有给伊藤美城机会 以11比9带走的比赛 最终平野梅雨以大比分4比3逆转度过 这一浪平野梅雨 向巴黎奥运会女单参赛资格 又迈进了一步 反之这一浪伊藤美城退了一步 在8比4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手打了一个7比1 直接逆转吞势的冠军 这确实也让人意想不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体育赛事 有我大神相关 我们下期再会